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孩子 起来喝口水吧 你都归了整整一天了 为了更好地照顾民村 父亲续娶了一位妻子 我有弟弟了 后母生了两个孩子 民村多了两个弟弟 乖 孩子 过来 有你娘在家照顾你 我也就放心了 记住 在家要听你娘话 父亲 放心吧 再见 再见 父亲 再见 再见 父亲 再见 父亲 外出以后 民村的生活 就在砍柴 挑水之间 飞快渡过 家里所有的重火 几乎都落在他一个人的肩上 但是民村对此却没有一丝怨言 民村 还不赶紧干活 屁完柴火 就去把水缸里的水给填满 是的 母亲 好了 别吵了 你们俩都有 母亲 水缸已经满了 那就吃饭吧 是的 母亲 好了 这个是我的 好 好 好 你们都有 一人一色 来 当民村看见继母给兄弟夹菜 不禁想起生母对自己的教会 真好吃 孩子 快下来 不 我不下去 孩子 下来吧 孩子 当心 我要抓鸟吗 敷点鸟就好了 娘 我知道错了 知道错就好 娘 我知道 我不该不听您的话 我错了 你忘了 娘昨天怎么教育你的了 父母呼应误还 娘 我知道了 父母呼应误还 父母命行误来 父母叫 虚敬听 父母则虚顺长 娘 娘 您放心 以后我一定听话 真好吃 我还要 你愣在那干嘛 吃完了就赶紧出去 后院还有好多活没干 是的 母亲 我马上就去 冬天马上就到了 从今天开始你晚上也出去批柴 要不然我们冬天怎么过 是的 母亲 孩儿一定要多批柴 您还有什么吩咐吗 母亲 没有了 去吧 是的 母亲 孩儿这就去干活 您慢慢吃 慢些吃 当心掖着 这孩子平时吃得不足 看去活了 倒还一点都不含糊 挺好养股的 快一点 给您担不着 好大的胆子 竟敢又偷奸耍滑 还不快点干活 如今我错了 错了 错了还不赶紧干 这眼看就要入冬了 你想冷死我和你弟弟啊 还不快点干 今天不把这些柴火全都弄好 就不要睡觉 民损在如此艰辛的日子里 无怨无悔地承担着家庭的重任 这完全是秉承了生母平日对她的教诲 天都大亮了 你还不起来 家里还有多少活等着做呢 睡什么懒觉 是的 母亲 这里 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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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还没吃 命损 你没事吧 母亲 我没事 没事就好 来 吃个果子 谢谢母亲 我要果子 吃吧 吃完了调水去 水刚没水了 是的 我也要果子 那是给你哥哥的 你不能要 我要果子我就要 给你吧 弟弟 谢谢哥哥 别跑 你去哪 来 吃吧 这个 真好吃 慢点 真甜 比刚才那好吃多了 傻孩子 苹果当然好吃了 慢点吃 瞧这孩子 真甜啊 很快 冬天到了 民损的两个弟弟 都穿上了崭新的棉衣 你们慢点 别摔着 但是民损身上 依然还是那件薄薄的单衣 打中 打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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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孩子是不是病了呀 哪是病了呀 那分明是没有穿暖化 你看他两个弟弟穿的是什么 他穿的是什么呀 可不是嘛 那后母的膝也太黑了 给自己亲生的孩子穿上了棉衣棉裤 可就不把别人生的孩子当人 太不像话了 好了 别说了 我们走吧 我也要玩 走 走 有了 有新衣服了 有新衣服了 真好看 娘 那是什么呀 这是给你割的 怎么跟我们都不一样 小孩别管 不 我要这个 我要这个 小孩子 你穿的是棉花 这是芦苇絮 我这样不微絮的 哥哥能穿 我也能穿 穿这个很冷的 你不怕呀 那哥哥穿上不冷吗 他不怕冷 你也回来了 爹 爹 你们穿的衣服都还暖不吧 哦 是的 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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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徒劳累 赶快进屋 喝口热水吧 把马车交给孩儿吧 在家听娘的话了吗 不用给子前特别照顾 把她的棉花 晕点给两个弟弟 穿的一样就好 哎呀 一定要给子前多点才行 要不让林仁看到 又说一样的儿两样看了 后目难做呀 孩子们都听话吗 听话 只是 只是什么 你的大儿子呗 我要是打了骂了 别人说我狠毒 不理不问 别人又说我管教无方 子前他可有什么过错失礼吗 没什么 除了有些时候好吃懒做 头肩耍滑的 别提了 子前圣母过世的早 就要劳你多费心了 我会叮嘱她要听话懂事 你只要放心管教她就好了 放心吧 不管她怎么样 我都会好好照顾她的 这一趟咱们年活半个够 儿子你想吃什么呀 我要吃冰糖葫芦 还要吃打鸭鱼大苹果 你哥想吃什么 哥 你想吃什么呀 你怎么回事啊 对不起 对不起 我 让我来 这么大的人连这件小事都做不好 天太冷 还是让我来吧 父亲 你很冷吗 不 不冷 你冷吗 不冷 还有点热 除了有些时候好吃懒做头肩耍滑的 别提了 看你比弟弟穿得还厚 为何他不冷 反倒你哆哆哆哆口是心非 分明是你这奴才又在头肩耍滑 你还敢再装模作样 你给我起来 父亲息怒 孩儿不敢 孩儿不敢 什么 看你还敢再偷这手 看你还敢不敢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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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穿的是卢尾薛 这种花可真漂亮 可真漂亮 只稀怒 我 牛忠哥哥不怕老 不怕老 快走 儿子 起来你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祖 你亲娘死以后 我不该续嫌 走 我们回家去 爹给你祖祖 这么快就回来了 是不是雪大天寒路难走 天寒我并不觉得冷 今天有人差点冻死在路边 谁 我且问你 咱们一共几个儿子 三个 那他们三个兄弟哪一个苦哪一个甜 三个儿子都一样不分苦和甜 他们的衣服是否都一样 里面装的可都是四面 是 是啊 都是四面 那这是什么 这 这是 你要说这是卢伟婿 你要说哥哥不怕老 我妻李氏 魔害前儿民损 金血修书一刀两断 任凭他 该嫁张三或李四 他爹啊 你这个恶毒的妇人还不快给我走 我跟明家不要你这样的妇人 从今以后 你再也不许踏进明家半步 快走 父亲 我 回妻的我并未出犯七处之罪 只不该起下了极度心肠 对孩子有了分别之心 就容器这一次吧 我马上把卢旭给成思念 这样的三九天气就是穿上棉衣都觉得冷死 你怎么狠得下心 让孩子穿着卢旭 害得我儿差点冻死在头中 你这个狠毒的妇人 还有何脸面再次哭泣狡辩 你捡起凶书 快给我走 走 父亲 孩儿我替母亲求情 请您原谅母亲 都是孩儿不孝 才有今天 请父亲息怒 父亲 父亲 您今天真要赶走了母亲 骗下我和弟弟们 岂不更可怜 父亲 母在义子寒 母去三子蛋 如果母亲不在了 两个弟弟也会受良安饿的 父亲 求求您了 父亲 儿儿 你对娘十分的孝顺 娘对你心眼太偏 你不但不敬恨娘 你反倒替娘求情 从今以后 娘竟要加倍的疼你 求是弟弟们不穿 也得给你穿呢 都起了吧 既然 既然 你改过自新 咱们就重新开始 母亲 母亲 民损用自己的孝行维护了家庭的和睦与幸福 这同她的生母 对她的良好教育是分不开的 正因为生母的德行教育 才使得民损能够用至纯至善的孝心去宽容 可欣 这才感动了后面 母在义子寒 母去三子丹 这句话也流传千古 后世的人对民子谦的孝心笑行赞叹不已 同时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只要我们用真诚的孝心去奉养父母 什么样的父母都会有感动的一天